我的巴比伦恋人,女主陈美如的损友断水流,跟着女神九天龙女,经历了一次看起来特别离谱的买房。 九天龙女身为谷国公主,倾国倾城,美艳绝伦,然而身边却没有一个人爱她,不是和她拉开距离,疏远她,就是嫌弃她。 然而却有一个终极田狗断水流,一直陪在九天龙女身边,陪她胡闹,疯狂。 虽然在陈美如的笔下,九天龙女对慕容杰伦的痴迷只是寥寥术语带过,然而一旦落入现实,九天龙女对于慕容王子的爱,就显得特别执迷不悟。 九天龙女和慕容杰伦两个人的对话,虽然尴尬地让人脚趾抠地,但不难从中看出九天龙女对慕容杰伦热烈的爱。 直到陈美如住院,慕容杰伦也在医院陪护,身为公主的九天龙女,高高地举起石头,也要一葫芦画瓢地硬给自己砸出一个韧带拉伤,断水流心疼,代替她砸伤了自己。 九天龙女兴高采烈地陪在躺在床上的断水流旁边,欢呼雀跃,我们住院了。 九天龙女曾说过,自己愿意为新上人慕容杰伦做一切事。 所以九天龙女才会对中介说,房子我不要名出名位,不要南北通透。 因为九天龙女对于其他生活需求并不在意,唯一的要求就是,可以看见住在对面房子的慕容杰伦,以及和她住在一起的自己的情敌陈美如。 其实这笔交易中,中介也是赚很大的一个人,不仅成功甩出了手中不受大众欢迎的房子,而且还是高价卖出。 因为是最佳视角,能清晰地看见壁动五单元二二二的全貌。 听到中介这么说,九天龙女立马做主拍板买,能将一套普遍意义上的破烂房卖出高价,是因为中介已经摸透了客户的底线和需求在了。 中介摸透了可以当家做主的是九天龙女,而九天龙女本人已经表示,其他什么都不在乎,只在乎能不能看见自己的心上人慕容王子。 所以中介直接忽视,因为滥房还卖高价而愤怒不已的断水流,选择抓住九天龙女的需求。 中介牢牢地把握住关键,这个房子唯一且最大的卖点,就是能清晰地看见对面房子里的慕容王子。 拥有这样绝佳视角的房子,就算是滥房值得需求者出高价买。 试想如果中介选择从断水流下手,必定是徒劳而返,被杀得片甲不留。 断水流成功和欣欣念念十二年的女神拉近关系,为后续发展提供便利。 第一次见面时,把自己放在最卑微的位置,不敢说爱,选择成为保护公主的侍卫,付出一切也想替九天龙女改命。 陈美如说断水流具备爱的能力,其实真没说错,她从小就爱上那个虚构的九天龙女。 她对她的爱是无条件但卑微的,在九天龙女无望追逐慕容时,看到不断撞南墙的九天龙女,断水流只会因为心疼而愤怒。 她一直在追着九天龙女跑,不敢说出自己的喜欢,生怕自己配不上,生怕九天龙女看不上自己的这份心意。 陈美如对九天龙女说过,只有被爱的人才是真正的公主。 在陈美如的笔下,九天龙女没有人爱,但在现实生活中还好有断水流无条件爱着她,满足她的一切要求。 所以,明明她在现实里刚开始一无所有,就算她会呼风唤雨,别人也只觉得她是个疯女人。 只有遇见爱自己的人之后,九天龙女才活得像个真正的公主。 断水流看到呼风唤雨的九天龙女,第一反应是她的脚没穿鞋流血了,脚疼不疼。 断水流会心疼她,扯下自己的头巾给她裹脚,给她买新衣服新鞋子,尽己所能地满足九天龙女的一切要求,就算是高价买烂房。 断水流曾对九天龙女说,不管你是真的还是假的,就算是演戏,我也愿意陪你演一辈子。 喜欢了十二年的梦中情人,突然来到自己身边。 除了幸福,极度幸福之外,想不到其他还有什么词可以来形容。 所以断水流虽然觉得买这样的烂房太不值得,最后为博九天龙女一笑,还是点头。